很多人都把爱台湾挂在嘴边 但是生长在台湾这块土地的我们 对于台湾的历史、地名、人文 甚至一些风土民情 我们这边都了解吗 今天是要介绍一下这本书 书名叫做《续》 台湾没说你不知道 其实看这书你就知道 台湾没说你不知道要说的是 很多事情、很多地名、很多的文化 我们都习以为常 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它的典故 这本书呢它有七十则 它认为是有趣的冷知识 但是我在看它的时候 我觉得对于我们对台湾这块土地的感情 如果能够了解这七十则故事的典故的话 我相信你未来在看台湾这个土地 跟人们的相处 会遇到争议的时候 你可能有不同的理解的角度 这本书会告诉我们 台湾有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化 举例来说好 过年的时候大家会听到 这个媒体都会放这个 恭喜恭喜这首歌 但是这首歌真的是为过年而写吗 其实并不是的 它是在台湾光复之后 所写一首祝福的歌 你一定会觉得没有 歌名就是恭喜恭喜 但是如果你仔细看这歌词 它有一段是说 经过多少困难 经过多少磨难 多少心而盼望 盼到春的消息 你就会发现 为什么如果是农历春节 为什么会有困难 会有磨炼呢 其实讲就是 当时在台湾还没有光复之前呢 其实人们就是时时刻刻盼望 这一刻来临 而恭喜恭喜这首歌 因为它有许多跟春天有关的意涵 还有恭喜恭喜 非常朗朗舍口 所以就变成逢年过节 你会听到的恭喜恭喜歌了 再来讲到地名好了 里面就提到很多有趣的地名 像天母 像这个姜子翠 其实很多我们过去 都有一些错误的一个典故来源 但在这本书里面告诉你 真正的这些地名 其实都有它真正的历史原因 跟我们道听图书的这个是完全不一样 里面甚至还告诉你 龟山岛到底是公乌龟还是母乌龟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龟山岛的西南边的海面上 以前可是有个龟阮岛 有些龟的蛋 所以你告诉我 龟山岛到底是公的还是母的 而现在如果你登船出海的话 你看到龟阮岛吗 在这本书里面都有非常完整的故事 甚至我们讲台湾人的送礼的习俗 有些人觉得送礼送伞好像是不太好 好像送伞 但是在客家庄里面 尤其是美农 他们觉得送油脂伞 可是送福气 你们很好奇这原因是什么呢 在这本书里面也有详细的说明 贴这么多例子 你会发现 原来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知识跟文化 但是透过这一本书 你就会发现 台湾真的很多事情 没说你不知道 有金人 有金人 那么有金贵 是 对 不 这 呢 没想到